果敢同盟军的战旗再次飘扬在老街,这个曾经的战略要地,光复老街的举动宛如一场出其不意的烟花悄然然放,震撼了整个地缘政治舞台,然而,老街只是这场崛起的序章,同盟军的目光早已锁定蜡树,即将拉开新一轮争夺的帷幕。 在此背景下,同盟军开始奋波出一批优势兵力,突然向缅北重镇拉虚进发,拉虚大会战一触即发。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曾经很多网友都认为,拉虚人口众多,城市规模庞大。 免军在拉虚驻扎的,还有东北军驱司令部,防守力量强悍,因此,拉虚地位难以撼动,如果同盟军及联军强攻拉虚,可能会遭遇对免军作战的滑铁炉。 但是显然,大众还是低估了同盟军及联军的作战能力,同盟军现在可以剑指拉虚,就一定有相当的把握。 同盟军在老街取得转折性胜利。大家都比较清楚,同盟军在国赶老街的巷战打的总体是比较顺利的,很快就控制了主要的街道和大楼建筑。 但是在老街驻扎的缅军322营及米线沟军事基地一直是两个顽固的存在。 在同盟军将米线沟团团围住后,30号有十几个连的同盟军战士正在增援米线沟。 据悉,同盟军于12月30日发起了对缅军322营驻守的包包寨的进攻,经过一天一夜的攻击,于31日将包包寨攻克,并消灭了322营。 战斗结束后,十多个连的同盟军战士顾不上休息,马上集结开往米线沟,对米线沟进行增援,估计米线沟的战斗不日也将打响。 针对米线沟军事基地,同盟军使用重炮火力进行了高密度高强度的轰炸,可以说米线沟朝不保夕。 缅军322营营部的尸首,意味着缅军在东城的反攻被同盟军有力的击退,缅军目前只能归缩在米线沟司令部进行最后的赋予顽抗。 缅军322营营部被果敢同盟军拿下,标志着老阶城内再也没有拱卫米线沟基地的外援力量,也标志着同盟军对米线作战正式进入尾声,米线沟已经是一个死局。 在此背景下,同盟军一刻也没有闲着,立刻兵分两路从果敢老街向腊须增援。 南路方面,同盟军通过清水河滚弄一线,过滚弄大桥向木帮线挺进。 最后直扑腊须,北路方面,同盟军过大巴渡大桥向桂盖一带进发,一旦桂盖战事结束,既可向上增援木杰,又可以向下攻打腊须。 可以看得出,腊须大会战一定是继国敢老街之战后的又一大恶战,德昂军获重大胜利。 三兄弟联盟之一的德昂民族军最近也取得了重大胜利,他们在收复南侃后又占领了南桑镇,德昂民族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,基本收复了德昂族原来的自治区,德昂民族军今下肯定和同盟军配合,向重镇腊术木杰发动进攻。 此外,腊须西南部重镇也是通往曼德勒上的咽喉之地,角梅镇已被德昂军攻入市区,12月30日夜间,德昂军与缅军开始在角梅镇麦沃地区爆发冲突,至12月31日早上德昂军进入了城区。 在角梅镇麦沃地区的缅军节节败退,下午被迫向镇区收缩,31日晚,德昂军拔除了麦沃地区所有缅军据点,宣告控制了麦沃地区。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,德昂军可能会在近期完全控制角梅镇,拿下了角梅镇,下一站就是西埔镇。 如果西埔镇在失守,那么辣须市将彻底成为一座孤城。 可以预期的是,一是,德昂军将从西北的南渡镇向辣须进发,二是,德昂军拿下角梅镇之后,又从角梅向西埔攻打,最终会打到辣须。 三是,同盟军派精锐部队从国杆老杰出发,经由木邦向辣须方向挺进。 看地图,辣须地处缅北中心地带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北林国杆,南抵郊麦,西靠木姐,东晋瓦邦,这些都是缅北的重要地带。 它是缅北的交通枢纽中心,昆明到辣须准备修一条高速公路,而辣须到缅南已经有一条铁路。 辣须还是缅北唯一有飞机场的城市,老缅轰炸同盟军的飞机就是从辣须机场起飞的,辣树是比木姐更大的城市,也是缅北的军事要地。 同盟军和德昂民族军如果能占领此地就可以尽可攻,退可守了。 否则,如果缅军守住了这个要地,以后就可以随时向果敢同盟军,德昂民族军发动反攻,因此,辣树和木姐的战役肯定避免不了到底鹿子水手,现在谁都无法预料,因为对缅军而言,他们可以老街,难砍,却不能丢掉辣树,丢掉辣树,等于丢掉了缅北。 缅军遭遇不力占据 目前,辣树也基本上成了一座孤城,近一段时间以来,辣树一直遭到德昂军的攻击,缅军节节败退,已经退缩到市内的东北军驱司令部以及相关军事据点。 根据缅媒报道,缅军在近日,为了防止德昂军的攻击,炸毁了从南渡通往蜡须的伊奈大桥。 据当地百姓称,缅军于12月31号午夜时分,炸毁了伊奈大桥,目前已无法通行。 这是缅军在三天内炸毁的第二座桥,该大桥位于聚蜡须7英里的位置,照片显示,大桥已完全摧毁。 连人也无法通过了。 大家都比较清楚,12月28日凌晨,德昂军经过四天激烈奋战,完全控制了蜡须西北部的南渡镇,由此蜡须西北门户洞开。 缅军为了迟滞德昂军从南渡镇向蜡须市进攻的步伐,于是在撤离了守在该桥附近的缅军后,便炸毁了该大桥。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目前缅军已经在全面防守蜡须。 另外,缅军此前不久还曾炸毁南渡镇和西北镇之间的孟蝶桥大桥,12月28日南渡镇失守之后,缅军立刻处于慌乱之中,缅军立即将西北镇至南渡镇之间的孟蝶桥大桥炸毁。 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,西北镇是蜡须西南的门户,西北镇是巩卫蜡须的重要堡垒城镇,一旦南渡镇失守后,西北镇也就暴露在了德昂军的攻势之下。 因此,缅军为了防止德昂军南下攻击西北镇,便炸毁了该大桥。 可见,目前蜡须的缅军处于十分被动的战局当中,蜡须的战略地位非常特殊,一是蜡须有八十万人口,大多是汉族华人,二是蜡须是一个缅北经济强线,境内上有铁路通过的,三蜡须是缅甸南北分水岭,联军在此可南距缅军北营大国。 是缅甸南北交通要道。掌握了蜡须,相当是捏住了缅甸南北的咽喉,这就是为什么联军一定要攻克蜡须的根本原因。 蜡须争夺战早于网友们的预期。 蜡须市是山邦北部最大的城市,人口七八十万,华人人口众多,也是缅甸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,有重兵把守。 东北军区的军区医院也设在蜡须,就在前不久,娘来大将还到蜡须视察看望了伤病员,说明缅甸军政府对蜡须是十分重视的。 12月10日,娘来大将和夫人前往蜡须市,去看望慰问避战群众,并捐助生活物资及善款。 但是时间也就过去了仅仅20天,蜡须已然处于四面楚歌的窘境,那么,接下来的一段时日内,蜡须之战将是联军和缅军之间最大的战士。 当然,这里也有网友会有一些疑问,网友会质疑说,那么穆姐呢,贵盖呢,值得强调的是,穆姐现在已经被完全围困,彻底成为一座孤城,三兄弟对穆姐周边所有的路口都进行了封锁。 此外,缅媒报道,穆姐市城郊绕行进入穆姐市的漫脉山坡路也于12月28日被挖断,可见,穆姐基本上就是联军的囊中之物。 那么贵盖只是一个小镇,目前朝不保夕,联军只要奋波一小匹兵力去攻打,就可能会拿下。 因此,蜡须之战将是接下来双方熬战的重点,同盟军与联军经过六十几天的作战,现在越打越顺,同盟军在老街对缅军作战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,不需要重兵驻扎老街。 因此,同盟军立即抽调兵力,向蜡须进发。 而与此同时,德昂军早就已经在蜡须周边经营很多天,已经对蜡须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。 如果同盟军也派重兵前来蜡须增援,那么同盟军和德昂军一起将会把蜡须团团围住。 蜡须届时将成为一座孤城。 我们推断,即使蜡须城坊比较坚固,城市规模庞大,人口众多,但是也一样经受不住长期的围困,必将上演类似于国敢老街的故事。 国敢同盟军的崛起,重新定义了地缘政治的格局,老街之战仅是序幕,未来的蜡树之战将决定局势的主次,谁将主宰北胆帮,谁将在地缘政治的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,这一切仍是未知数。 争议在于未来的未知,而在这不确定性中,地缘政治的风云变换为国际政治带来新的挑战,国敢同盟军的崛起将成为国际政治风云变换的终章。 在这个终章中,未来的格局将由圣者书写,而圣者是否是同盟军,仍是一个未知之谜,全谋之争的结果将深刻地塑造整个地缘政治的走向,而这一切将在未来的时间里一一揭晓。 这里是圣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